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明廷 非常高興我們距離了 離開好久 我又回來了 我在開始在跟各位講一些 NLP跟催眠的一些 我的好的想法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談的叫做 假如崇祯皇帝學過NLP 明朝還會滅亡嗎 首先你要知道 我現在跟你講的這個叫做假設語句 那麼我們都知道明朝的結果已經怎麼樣 滅亡了 那麼你所看到的這位崇祯皇帝 他是在17歲的時候 應該說16歲左右就開始繼承了皇帝 他在位17年 在明朝的所有的皇帝裡面 他是最努力的 也是最勤奮的 甚至可以這麼講說最節儉的 他不像明朝很多皇帝 譬如說我們叫做明神中 這位小木匠 在他當皇帝的一生裡 幾乎都在皇宮裡面 甚至有20年左右沒有上朝 跟他的臣子見過面 但是他也沒被滅亡啊 那怎麼這一位每天這麼勤奮 而且節儉的人 居然就把明朝給搞掉了呢 這個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蠻奇怪的 其實我們可以把他的歷史拿來看 很多是符合企業 新往的一篇的歷史的照鏡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 崇禎他是怎麼樣把自己的明朝給搞掉了 那假如說他寫過NLP 會不會改變呢 我們來接著看看吧 那也帶給你一個 你找不到答案的疑問 崇禎在他擔任皇帝的期間 他其實犯了幾個錯誤 第一個 他在他當年當皇帝的時候 他剛即位 他就把宦官魏宗賢給滅了 所以在我們歷史上都覺得他是個明君 但是呢 他這麼做 其實你看看齁 首先這個就是他對臣子裡面你看到的 第一個 像譬如說 我這裡你看到的叫臉儀理論 什麼叫臉儀理論 這個魏宗賢 他所扮演的角色叫臉儀 我們都知道 像有一些鰻魚啦 高貴的魚啊 他要在輸送的過程裡面 假如只是單純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魚種 那麼很可能 即使是用現在來講 用空運 可能也會造成很大的死亡 但是呢 很神奇的是 在他們在輸送的過程裡面 只要放了一條臉儀進去 這些高貴的魚群 反而可以活過來 存活率超過90% 這個叫做臉儀理論 那麼我們的崇禎皇帝 他早期也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感覺到有一個 叫做魏宗賢的 會在旁邊忽必 所以 他一直保持著謹慎戒信的心理 因為唯有魏宗賢這個臉儀存在 你看到了崇禎 到他過世的前五天 他才忽然間想到說 其實魏宗賢是對他忠心的 對明朝忠心的 他大方向是對的 所以 所以崇禎在梅山上吊自殺之前 前五天 就去把魏宗賢收好 並且把他埋葬好 埋在他 本來魏宗賢自己生前 自己找的墓地裡面 在崇禎的一生裡面 他總感覺 他 會被這些 換官給賈持 換了之前 他的前任的皇帝 犯得過錯 所以你看到的崇禎是 非常節儉 非常穷奮 也許是因為這樣子 他怕他的這些臣子 變成魏宗賢 所以他對他的臣子 卻是柯伯寡恩的 柯伯寡恩是指 譬如說 在明朝裡面 很會打仗的一個 將軍叫孫傳廷 他只帶著五千的兵馬 去跟李志成百萬大軍打仗 這個孫傳廷 他為什麼會帶五千個兵馬 孫傳廷之前 就已經把李志成打得 已經不成人形 已經快滅亡了 但是 他卻被崇禎給關到大牢裡面了 那麼等到過了幾年 李志成已經又壯大起來了 崇禎覺得說不行啊 我要找個人來打他了 結果才想到孫傳廷 然後再從大牢裡面 把他放出來 那麼孫傳廷他想 這李志成嘛 以前被我打得像狗一樣嘛 所以 他也沒有去打聽打聽 現在的李志成 已經不是當年的無下阿盟了 所以 他當然就只是跟崇禎皇帝講 你只要給我五千兵馬 我就可以打贏了 結果崇禎當然是 好吧 你要五千我就給你五千啊 我皇恩浩蕩 結果等到孫傳領到的前線一看 我的媽呀 這怎麼行阿 這五千 怎麼跟他打 結果他只能夠討救兵阿 柯伯寡恩來自於說 這個時候明明崇禎已經知道 但是他還是附陣兵給孫傳廷 因此孫傳廷就戰死了 好 那麼等戰死之後 崇禎皇帝還懷疑說他偷跑 所以他連給這個臣子 最基本的虎穴都沒有 那麼 我們來看看 在崇禎這一生裡面 一生在操勞 每天日以繼夜的批夜驟傷 那麼解減致力 他根本是不盡擬色的 我們把崇禎跟萬利跟天啟的相攪 當然崇禎是有了大力的改善 他也曾經六度的下昭醉疾 把魏宗玄幹掉之後 他怕他的臣子也變成是魏宗玄 所以他把他的臣子 用魏宗玄這種方式在看待 所以對他的臣子是刻薄寡恩的 所以也因此造成 跟他的臣子之間的信任關係 是根本沒有 所以他在眉山上吊自殺 屍體被發現之後 被當時的李志成的軍隊 把他跟他的皇后移出宮廷 在東華門失重的時候 當時的李志成的軍隊 是允許投降的諸臣去 到那裡去祭拜甚至收屍的 但是你要知道 去祭拜收屍的人數 真的是寡寡可數 到了五六天之後 才被一個六品的官 把他收屍 買棺材安葬的 那麼崇聖皇帝他在當年 因為了國庫裡面已經空了 要跟朝臣借錢 那麼所有的朝臣的打戶幾乎是沒有 但這件事情也造成了 後來的李志成進京之後 這些朝臣也跟李志成一樣說沒有 但是經過李志成的嚴刑拷打 甚至殺人之後 從他們的身上搜刮到了七千萬 這些朝臣寧可國家破 也不肯出錢來跟著崇聖一起共渡國難 你就可以看到 這一些當時的時代是怎麼樣 好 那麼雖然崇聖一生求智興趣 但是他深信多餘 乾必自用 基本上 現在在跟各位講的這個 在Google裡面 你都可以搜尋得到 可以找得到 不用我多講 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找得到了 那麼他後來還有幾件事情是 他擅自殺了毛文龍岩崇煥 我們在歷史上我們看到 我們都說崇聖煥的最大的錯 除了像殺了岩崇煥 所以才會導致後來的 清兵入關 也甚至說 崇聖是相信了金太奇的緩奸劑 這個基本上歷史上 其實我們到現在找不到任何證據說 當時的金太奇有用了緩奸劑 但是我們確定知道的是 岩崇煥被殺了 還有一個 毛文龍被殺了 因為這樣子 所以造成了 我們包括譬如說 在金庸的小說裡面看到了 很多當年的毛文龍的部署 岩崇煥的部署 都因此而來跟明朝 造成很大的分裂 那麼也隨著 這種整個局勢的日益嚴峻 我們待會會跟各位講一下 那麼崇聖他的濫殺也越來越嚴重 因為在明朝的歷史裡面 他殺的大臣跟二平以上的官員 幾乎是明朝兩百多年裡面 所有的皇帝裡面相加的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 在歷史上 其實給了崇聖兩次的機會 第一次是在崇聖十五年的時候 因為關外這個大軍日趨嚴重 那麼在兵部上書陳新甲 他就提議說要跟清朝來議和 但是崇聖皇帝覺得這怎麼可以呢 但是他私底下是贊成的 所以他在經過一些私底下的考慮之後 他要求陳新甲去跟清軍去議和 那麼這個議和有什麼好處 這議和一成功 也可以抽出手來對付李志誠 這些緩判的農民軍 照說 從當時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歷史來講 這個都是非常明確的 而且是非常可行的 這個在談判裡面 假如真的做了 大家一定會在歷史上 計他攻擊一筆 但是崇聖是覺得我是皇帝嘛 所以他只是要求這個陳新甲 私底下去跟清軍談 但是你知道也不知道為什麼 西密就外洩了 那麼以前來講 我們都是有一個叫做什麼 遺敵之有之君 我們不可以跟他怎麼樣怎麼樣 不可以跟他在同樣的地位上面 來議和的 這個在中國幾千的歷史裡面 都是被認為是奇史大陸的 但是你知道嗎 秘密卸了之後 陳新甲因此被關入大佬 甚至後來就被處長 就死了 那麼另外一次是什麼 另外一次是更好的機會 那是跟他自己的敵人 可能我們在讀的歷史書上 我們沒有看到這一段的歷史的記載 在崇聖17年的時候 李志誠公路到北京的外城 李志誠已經公到外城 形勢一片大好 然後這個時候匪夷所思的是 他居然派了一個投降的菜卷 叫杜勳的 回去跟崇聖談判 他談判的條件多誘惑 他說我退出陝西山西 你只要封我做山西網就好啦 然後呢 你只要賞贏給我一百萬兩 而且我還會幫你去跟金太局他們打仗 你說這麼好的條件 他居然錯過了 這個是我們無法理解的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的事 他再也不會看到這樣子大好江山 那麼我們剛剛講 崇聖他對臣子是 因為一個戀儀理論跟科博寡恩 那再來就是不負責 他任何事情 他總是事後下招罪己 因為正有錯 所以我下招罪己 但是他只要每次下招罪己之後 就會有臣子事後被他借固給殺了 很莫名其妙就被殺了 那麼再來就是貪 譬如說 然後在當時 他除了說歷史上有給他兩次機會 這兩次機會 他錯過之外 還有一次 在明朝 明朝是個雙首都的制度的國家 他在北京是個首都 南京也是個首都 相對性的 南京也是有相對性的那些朝臣 在明朝重生末年的時候 有個大臣叫徐友貞 他曾經建議說 我們來南遷好不好 那麼南遷怎麼南遷呢 這個皇上你就假借說 你要出去祭祖祭鄉 然後你就出去然後就往南走 就叫南京那邊的兵部上書派兵來接你 這是個非常好的計畫吧 但是只因為說 第一個 崇禎就問這個徐友貞說 這個錢要誰出 徐友貞說 當然是用皇上的施皇錢 結果崇禎就不答應 就說要跟臣子來做提議 所以第二天他跟臣子講 這些臣子當然是反對囉 所以就因此不能承請 那麼各位朋友 我講到這裡 因為接下來我要跟你講的是 上下都貪 據美國的著名漢學家叫做魏惠德 在宏夜這本書裡面所寫的 在崇禎死的時候 當年的李志誠不是講嗎 你只要給我一百萬 我就跟你義和啦 而且我還幫你打仗啊 崇禎跟他所有的臣子講 結果臣子都沒錢啊 這在正史裡面記載 崇禎在死的時候 他的後宮整個被找出來 藏了三千兩百萬兩的錢 我們提到這邊 我只是要開始跟各位朋友講 今天的正題裡面 我朋友要跟大家談很多 我要跟各位朋友講的是 假設 崇禎學了NLP 只要學了NLP的假設前提 你可以去找找看 我NLP假設前提的那些影片 那麼今天我只想跟各位朋友提幾個 第一個假如崇禎有學過 譬如說地圖不等將於這件事情 基本上他就會考慮到 他所理解他的地圖 跟別人他的臣子的地圖 是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 任何人都能夠做任何事情 那麼 每個行為的背後都有正向意圖 有選擇比沒有選擇好 你看 崇禎當年 幾次機會 可以挽救明朝被滅亡 要李志成開出的條件 他隨便選擇一條就好了 他的私房錢三千兩百萬 死後才被找出來 他死前拿個一百萬出來 就不會造成後來的憨事了 他沒有選擇 大臣建議他難簽 他也沒選擇 他都喪失了這些機會 假如他知道說 有彈性的人才是最好的 而不是硬幫幫的沒有彈性 所以 朋友 我要跟你講的是 我們將舉辦一個 NLP的假設前提的探索工作法 我們希望你來了解一下 什麼是NLP的假設前提的探索工作法 我們建議你來跟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那麼這裡也稍微介紹一下 你看一下 這是我自己的自我介紹 那麼我們回來到正面所講的 在這裡面我只想說 假如崇禎他曾經學過NLP的假設前提 他假如知道說 有選擇比沒有選擇好這一點 而且最好要有三個選擇這一點的話 他就會知道為什麼古人說 狡兔善哭 因為 這個可以讓他避免很多事後的遺憾 這個就是我要跟所有朋友講的 我希望你可以知道 在生命裡面你希望變得更好 你希望 你能夠在溝通上更好更棒 你能夠跟大家 如果大家有做更好的 那麼 你就來參加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辦的工作法 我們相信 你只要願意 你可以獲得更多 你可以獲得更好 這是你值得的 好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拜拜